大學生了沒 台灣是大學 大學生什麼 大師 先一個石頭 你幫我鑑定一下好不好 這是我的傳家之寶 之前在這個橫河的金剛石好嗎 我當時花了一百多萬 看一下怎麼樣 這樣子嗎 看一下增值多少 我來看看 怎麼樣… 是多少錢 光澤也不錯 增值多少告訴我 現在是多少錢 10塊錢 大學生的傳家之寶獻金會 有一個這麼傷心的故事當作Open 真的嗎 但是其實真的有這樣子的故事 有 當然有 比如說我現在帶的這個 這是誰給妳的 這是我阿嬤 阿嬤給我媽媽 然後我媽媽後來給我 然後我其實我都覺得 那真的是傳家之寶 但是傳家之寶 對 對啊 但是其實我應該不想要顧 因為我覺得它應該 價錢應該差不多10塊錢 20塊錢 是嗎 妳覺得說它可能 因為我阿嬤一直說是玉 但是看就不是玉 看起來 我們外行人 看不出來 我看是真的滿像塑膠的 對啊 我覺得這是塑膠 但是那個意義不一樣 對 這是傳家之寶 真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價錢 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因為有的時候 就真的是那種感情 對 而且說不定 我覺得是這樣的 就是妳也不要隨便覺得說 這個 說不定真的妳去孤了以後 順便價值不菲 我們等一下另外幫妳孤一下 好 但是到底有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孤還是不要孤 看啊 沒有 但是妳心情 妳心情還是會那個 妳心情還是會受影響 不行 我們讓它想一集的時間 好 等一下我們最後 再來看看要不要孤妳這個 傳家之寶 好 好 OK 今天講到傳家之寶對不對 對 我們大家要把傳家之寶 拿出來孤一下 看看它究竟值多少錢 到底是寶物還是廢物 我們今天就讓你知道 拿請到專家了對不對 是的 來 一起歡迎我們的李春倫老師 歡迎老師 李老師 第二位也是我們的蔡右斃老師 大家好 歡迎老師 第一位老師 當然是我們的珠寶鑑定師 對不對 第二位是古物 這些傳家之寶都可能 他可以幫我們鑑定一下 先問一下兩位老師 在這個鑑定的過程中 有沒有發生讓你覺得說 印象深刻的事情 其實我常常在這個福人社演講 有一次在這個 桃園福人社演講的時候 我們的社長拿了一個機寫石 他說這個是人家抵債的500萬 你知道嗎 我手才過去 還沒過去 那個顏色就掉下來了 顏色是漆上去的嗎 就掉了 所以它是那個coding的 coding包裹上面 你一刮顏色就掉了 就像包裹一樣 其實他是自己覺得那個是真的 還是他是自己被騙的 人家說缺錢 人家在抵債 缺錢 他說拿了500萬給他 他說這個東西價值1000萬 他很開心 我很慎重的才搬過來 手一摳顏色就掉了 所以500萬 你可以想像嗎 那怎麼辦 你怎麼跟他講 那你就當作就是有福報嘛 幫人家500萬嘛對不對 做功德嘛 蔡老師你也碰過類似的事件嗎 有 我在上海 上海電視台 藝術人文頻道 我當健保的老師 那就是有一位電視台的主持人 拿了一個余國良的紫沙虎 紫沙虎 對 紫沙虎 他是找了很多名師幫他鑑定 然後花了很大很大的一筆錢 然後就拿房子去抵押 然後買回來 然後剛剛好聽到說 台灣有一個健保老師來 想要來踢館 所以就把那個茶壺帶來了 帶來的時候呢 我鑑定了一下 看了一下 結果 假的 他當場 他當 霸棚兩個小時 鬧停 對 而且鬧 鬧停 說我是台灣來的 台灣來的鑑定師 什麼樣的鑑定師 那邊 對不對 奪感來到大陸這邊來當鑑定 鑑保師 結果 我錄影存檔嘛 結果就看了 結果後來發現到 他買的是不對的東西 真的是假的 對 是假的 我最近有看到一個網站 我覺得非常有趣 它叫Burning House 然後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家裡是著火 著火燒掉了 你會帶什麼東西出去 先救什麼 你會先救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想了很久… 因為我覺得滿有趣的 然後我想了半天 我要帶我的硬碟跟我的電腦 我的硬碟 硬碟是除了多少奇怪的東西 對啊 硬碟都有你的照片 通常是男生才會做這樣子 有很多很珍貴的照片 回憶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還沒有 很沒有感情這樣 其實它就是一個硬碟而已 所以也是還滿好奇 就是現在的大學生都會 都會抱著什麼東西出來 對 滿好玩 滿好玩的 你會帶什麼 今天假如真的房子著火了 你們自己會有什麼傳家之寶 想要抱著逃跑的嗎 來 各位 有什麼 現保一下… 來 海產 你那個是 我在海產 海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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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說不定很厲害 另外這個還有一個是發票 這個支票機 就是也是民國 民國二十幾年的那種發票機 然後那個時候是我阿嬤 送給我阿公的 這個是真的 然後我阿公的 你阿嬤叫給阿公 還希望他開發票給他 對 然後不是 支票機 因為阿公 阿公那時候是做那個什麼證券商 然後阿公的第一棟房子 就是用這個打出來的支票去付款 然後就是跟阿嬤的結這個家庭 這個東西蔡老師 這兩個都會不會厲害 厲害 太厲害了 最起碼 你不要看他 他最起碼不曉得打了多少個0在後面 前面換一個1 對 太可怕了 這他有價值嗎 現在 有 有價值 他的那個保存的1價值 在他們家族的價值 變成一種話 不是價錢的價值 這個十字價值 十字價錢 這個沒辦法賣就對 我想說今天哪來把它賣掉這樣 今天同學們都各自帶來 家中厲害的傳家之寶 要來跟大家做介紹 除了要鑑定傳家寶的價值 更要考考同學們的鑑定眼光哦 而分成紅白兩隊的同學 若是猜的價格越接近專家估價 則為盛方 最後結算最輸的一方 則要扣通告費給優勝隊伍哦 首先第一位大學生翔勇 今天會帶來什麼 意想不到的傳家之寶呢 厲害了 翔勇 先介紹你的第一件東西好不好 第一件 這個非常厲害 這個是四百年歷史 四百年 對 明末清是四百年歷史 然後是大陸文革 就是你會游到香港 然後我爸跟我朋友買的 我爸跟他的朋友買的 對… 一開始就迫再返出 我講錯… 你們是真的 是真的 是不是 因為我爸在跟我講的時候 他差點流淚 流淚 為什麼他要流淚 你不要太誇張哦 沒有 因為他非常珍貴 我阿咒還在跟我同學玩L 都非常珍貴 注意 來 好好講 說 然後呢 因為他非常珍貴 這個東西 這兩樣都是非常珍貴 然後他也跟你講 他花了多少錢 買這件東西 有… 因為是跟朋友買 有 他到底是什麼可以講嗎 可以 第一件是 八仙 橄欄 核 核雕手環 再背吧 對 而且我要講一次 八仙 八仙 八仙就八個仙 然後橄欄核雕的手環 Angela 你要問什麼 就是現在還有什麼核雕 就是這種核雕的種類 然後那個最貴的聽過是 什麼樣的核雕 那核雕就除了八仙以外 還有什麼核雕呢 還有雕什麼呢 在我們故宮也有收藏橄欄 他的橄欄做成一艘船 上面還有一個老翁 對… 拿著一個杯子 好猛喔 然後還有一個童子 在旁邊服侍他 刻得非常的精細 不得了的東西 現在在我們台北故宮博物院 有收藏一個 所以也是很稀少的 那一刻有說 大概值多少 現在值多少錢嗎 那一刻 當然那一個不賣 當然 然後在歷代歷連 歷連2000年 20… 你交過我最厲害的 有一個合國 他拍了三十五萬人民幣 一顆 一顆拍了三十萬人民幣 大概一百七十萬左右 台幣 我們就經過鄉友的解釋 還有老師剛剛說的這些之後 大家來十秒鐘討論 你們覺得這個東西現在值多少錢 我覺得不值吧 鄉友當初是多少錢 八萬塊 現在聞起來有四百年的歷史 時間到 來 隊長 來 我們先開始看紅隊 Alan隊長來說是 我覺得這樣應該是一萬 一萬上下而已 我等一下會解釋為什麼 但為什麼要剪1350 是因為我覺得他應該 只是靈言來講 我來解釋一下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說這個東西 只有1萬塊價值 因為他那個老師剛剛講 故宮那個我有看過 故宮那個精細度是說 所以才有精細度 像這個只是一個表面雕刻 它裡面沒有塞東西 也沒有米粒雕刻 它這個很常見 所以我在懷疑說 我覺得現在阿倫越來越有價值 你講這一方面的真的很厲害 好 來 來 估這麼低價錢 好 來 Angela 因為我們真的 我們從50萬 到有人剛剛還亂喊1000萬 我們對這超無感的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估了一個中間值 我們取個2萬 翔勇 我們想要問問你 因為你自己 應該也有估一個價錢對不對 因為我爸 因為我爸沒有拿去鑑定 對 所以他是自己評估說 出估 8萬左右這樣 對 差不多 你自己預估多少錢 好 究竟多少錢 請看 1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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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請 12萬 看一下這個東西好不好 緊張緊張 小勇這條四百年歷史的 橄欖和雕 在經過兩位專家的鑑定後 到底會是增值又或是跌價呢 好 現在 好緊張 兩位要把答案寫下來 其實我覺得你爸爸先 應該比較緊張吧 對啊 你們覺得這巴仙感男 和雕手環 究竟現在價值多少錢呢 倒數三秒鐘 我們要來公布了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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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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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清中期的時候的東西 它已經有包漿了 對 已經有包漿了 而且顏色也非常漂亮了 它這個應該再多多的盤完 多盤完 會讓它出油脂是不是 對 越盤人越漂亮 因為它沒有盤過 你仔細看一下 它已經裂開了 所以你仔細看 它幾乎每一個腳都裂開了 而且裂到一半 其實它如果品項好的話 絕對不只12萬 這件是老的東西 沒有錯 工也像蔡老師講還不錯 可是就是保存得不好 平常我們講說碗 你應該用竹中刷 輕輕的去刷它 而不是這樣子一直去捏它 因為它本來就破了 如果再盤下去 可能怕它的傷害更嚴重 這是娜貝哥用的嗎 有沒有 都裂了對不對 現在想要嫁禍給娜貝哥 嫁禍不是 因為這其實整體果然 氣派其實真的都看得到裂痕 每一顆鏡都有裂痕 都有一點點 所以這個 你是不是現在心情不太好 對不對 你本來估12萬 你至少沒有長進來 比你估得低 但是我現在戴了這一個 好 要確實嗎 確實一下 我肯定是 是那種寶藏 好 先來講講看 我大學學費就靠這一個了 好 是你 這到底是 我們可以形容一下嗎 來 形容一下 它是古語從樂 然後是何田育的 何田育 從樂 是真的何田育 何田育 蔡老師 沒有 李老師 何田育光這名字三個字 應該就嚇死人 何田育非常非常的貴現在 如果你的質地能夠細膩又Q 而且你又有皮殼 我們所謂的天然的皮的話 何田育現在非常貴 以前算公斤的 現在算公克的 市價大概怎麼樣 現在算公克的話 一公克的何田子料 一公克就 一公克 一公克 對 那時候他就是有人訂八萬塊 但是他用十萬塊買 究竟我們會不會讓你的爸爸夢碎呢 究竟老師們鋪的價錢會是多少呢 請揭曉 大學生了沒 市價大概怎麼樣 現在算公克的話 一公克的何田子料 一公克就五萬塊人民幣 一公克 一公克 如果你是真的何田子料 我們講摺鈺 在何田西上 然後它產生皮殼的摺鈺的話 一公克就要五萬左右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這個何田育到底長什麼樣子 請翻 請介紹 這是滿大的耶 很大顆耶 而且帶了一點皮耶 對不對 而且如果是一公克 這也還滿重的 而且我這樣乍看就有溫潤的感覺 然後去哪裡買的 去店裡 店裡買 OK 對 然後那時候呢 什麼店 你是玩具店嗎 對啊 應該要講清楚 應該不是玩具店 但是那時候他就是 有人訂八萬塊 八萬塊 但是 八萬台幣嗎 台幣八萬塊 然後 台幣八萬 但是他用十萬塊買下來 爸爸已經有人訂了 爸爸硬說我十萬我就是要他 對 然後他常常會戴在他的這邊 牛仔褲這邊然後一直摸他 一直爸爸把玩過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很大觀在戴 多少年前買的 多久了 應該有十年多 應該有十年 他有說是什麼時候的嗎 有大概幾年 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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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育 古育 宋朝 十萬 和田 你是不太相信的對不對 有一點 不是 你就做點功課吧 怎麼可能 有啦 要問我爸 有… 宋朝 你現在不管什麼 不要說是育 你隨便一個碗什麼都超過十萬了 怎麼可能一個玉那麼大一顆 來 同學們 現在你們的估價時間到了 覺得說 這個何田宇 究竟現在值多少錢 當時買的十萬喔 當時是十萬塊 好 好 來 我這一次覺得他們會估得很高 應該會 這一定很高 來 十萬 十萬 對 一樣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們剛剛討論的是宋朝 就是會覺得說宋朝 可能沒有辦法保存得這麼完整 但是他們剛剛說玉值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所以也許是年代沒有到那麼早 大家可能再晚一點的好的玉這樣子 好 好 OK 十萬 那紅隊這邊 隊長阿倫 其實Angela評估錯了 我估30萬 為什麼你知道嗎 玉這種東西它是可以保存 再來是說它有一個價值它可以再造 就是說它確實是那麼有價值的 宋代的 你看你自己算喔 宋元明清 它是多久以前 變成說像現在很流行那種開運印章 像這個就變再造印章的可能 這中間已經被打抓了 怎麼可能做成印章在想什麼 還是可以 這個有行 就是當小的有沒有 蓋上那個連印章 它會有很多開運作法 這個是有行有事 好 OK 究竟你自己多少錢 一邊是十萬塊 我請這老師來看一下 好 其實我爸他有什麼 他沒有自己去鑑定 但是他去大陸的時候有 聽說這個價錢是那麼少 好 所以價錢是 30萬 人民幣 台幣150萬 人民幣 你搞什麼 有錢150萬 好 究竟我們會不會讓你的爸爸夢碎呢 天啊 這塊翔泳爸爸十分有信心的古域從樂 在經過老師們細心的鑑定後 會出現晶圓的價錢 還是會讓翔泳爸當場夢碎呢 究竟老師們顧的價錢會是多少呢 倒數3秒 3 2 1 請揭曉 台幣嗎 還是人民幣 台幣… RN完全正確 跟其中一位老師 對 我跟那個老師頻率比較近 有… 老師幫我們說明這個東西 其實為什麼說一則一喜一則優呢 因為它真的是和田料 真的是 很少和田料 這麼漂亮的和田料 所以料來說是好 你看它的諾化的程度非常好 你仔細看它那個很Q很Q 就好像它稀飯煮透了那種感覺 其實芋尤其是軟芋 和田芋 它的美不是它亮 不是它散 也不是它透 它一定就是那個稀飯煮透那種 溫潤的感覺 QQ的感覺 所以第一個 這就是好 它是和田料 可是有兩個它的壞處 不然的話它絕對超過30萬人民幣 第一個它不是和田白玉 不是白玉 不是洋子白玉 它帶青對不對 我們看我們叫青白玉 第二個它的皮不是真的天然的 你說上面這個嗎 對 剛才不是真皮的 所以要好好地保護它 對 因為我之前看這些東西 會覺得只是 因為我爸會研究這些 但我沒有研究這些 因為我也是在國外念 對 我們過完了 已經不太在乎你講什麼 對 好 謝謝 我們來歡迎下一位同學 好 第二位帶保護來的同學是誰 是恩綺 歡迎她 恩綺 你像個人 你戴的東西會是真的嗎 真的 你戴的手套再加個帽子 你就是電梯小姐了 可以的 沒有 認真的 我跟你講 我這個東西很厲害 它是泰國金三角 我爸從那邊買回來的 毒品 泰國金三角 好樣的 不是… 然後而且我跟你講這項東西 它在歷史上有見證 就是它是有對清朝對外的戰爭 所以它可以說是 見證了歷史上的血淚珍品 所以非常的寶貴 好 血淚珍品 好 來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直接來看它好不好 來 請看 拿出來看不出來 這是什麼 鴉片襯 鴉片 鴉片襯 全家之寶鴉片襯 而且你看它的木雕刻都很特別 它這邊就是有刻出那個印刷 妳拿的時候好像不是很珍惜它 同學們也要來估價看看好不好 怎麼樣 阿蓮 妳要問問題 我是想詢問說 這個你們 就是你們爸爸在買的時候 有沒有拿到所謂的鑑定書或之類的 鑑定書 怎麼證明說 鑑定書 怎麼證明 因為這種東西 現代紡織很容易 所以你買當初如果沒有鑑定書 那可能有問題 怎麼樣 鑑定書 因為這個是我從就是抽屜裡面放出來 所以我是沒看到鑑定書這種東西 你知道嗎 當初我聽說 我們那個十二生肖 不是有什麼鼠手 吐手 龍手嗎 聽說吐手是在法國一個人 一個家裡面 人家在那個浴室裡面擺在那邊 然後當作是那個蓮蓬頭 對 沒錯 然後後來有人看到了 就發現 這是吐手啊 結果後來又跟他用滿這個 低連的價錢 買到之後然後才運回中國 對不對 我講的有沒有錯 沒錯 對不對 結果你看看 所以你要是不試貨的話 那也沒辦法 今天就好好估一下 來 來 兩邊 請估價 好嗎 來 兩隊 紅隊 白隊 馬上就估好了 來 我們來看看Angela的答案 五千塊 真的因為我覺得 第一點他在泰國買的 就感覺那應該是中國的東西 然後總會突然跑到那裡去 而且我覺得 像我之前去逛一些國外市集 他們也很常都會有一些 亂防骨的東西 阿倫 對 隊長 這個價格其實不算高 而且剛剛Ken哥講得非常對 那個手 但是他那個手的 他是有意義性的 就是說他是在儀和園 他等於是象徵八國聯軍的 一個尺路 所以他還願意買回來 但是這個東西 他也沒有說他是皇家的 他也許是民間的 民間其實他的價格 就沒有說可以跳那麼高了 那你自己的估價呢 恩綺 就是我 根據我親戚們估價就是 5萬 5萬 有點價值喔 來 兩位老師 兩位老師有請了 這充滿歷史色彩的鴉片秤 在經過專家的鑑定後 究竟他的市價會是多少呢 男大生的博學多聞 讓Janet驚訝不已 真的大有來頭 他是台灣第一代畫家 張萬船大師喔 所以這個張萬船老師 他真的是 台灣人很有名的名家 他很傳奇的 他在畫畫他很瘋狂的 所以我是真雞雞 他很有機會 兩邊我們來估價一下 這叫作氣韻生動 因為他是 因為用一個圓形去勾勒一個圖形 你不能小看這個畫 你真的是Alan嗎 我來...我之前來主持的 你都是帶尿布在頭上的 我就是那個... 就是他 對 大學生了沒 恩綺傳家寶之一鴉片秤 究竟會不會如他所孤 擁有5萬塊價值 又或者是翻倍成長呢 倒數3秒鐘 3 2 1 老師不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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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老師不講了 所以他是有價值的 Oh my God 真的假的 有沒有 真實的 價值是一定有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在玩古董的 你知道100年以內的 我們叫什麼 叫Vantage 就是文物 對 超過百年我們才叫Antique 叫什麼 古董 所以很多這樣的文物 其實它有價值 但是不會到5萬這麼高的價值 所以它還要再過幾年 它就會變成Antique 對 還要過可能幾十年吧 可能要恩綺跟阿嬤的事 我來補充一下 對 再過10年了 沒有辦法到5萬 再過10年也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完整性不夠 它本來這一些裡頭還有那個砝碼 砝碼它不見了 這個地方 你注意看 這個地方它是放砝碼的 譬如說5克 10克 15克 20個 30個 這個地方 都朝這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是放這裡的 砝碼不見了 那麼在這個不完整見 它的堅持空間還是會被打軸扣 這是5萬 到5萬了 它還變現在2萬 2萬而已 那個砝碼不見了 對 當然它的完整性 就跟它的價值有關係 原來 這為什麼我給它 估一萬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接下來 第二個東西在這邊 來 恩綺 恩綺 請說明 我這個大有來頭 它是我一個非常敬愛的 伯父的傳家寶 它是台灣第一代畫家 張萬傳大師喔 張萬傳 來 1 2 3 小星華 兩條魚 這是魚拓的感覺嗎 對 沒有 大師厲害的就是在畫魚 對 這個張萬傳老師 他真的是台灣很有名的名家 淡水 淡水人 他很傳奇的 他畫畫他很瘋狂的 他幾乎可以24小時不睡覺 真的喔 對 想到就起床 他的畫筆都放在他的那個 那個枕頭旁邊 甚至於吃飯的時候 他就是畫筆拿著 一手拿著畫筆 一手拿著筷子 甚至於都可以拿畫筆 當筷子吃飯 你看 這麼多狀況 很意思 所以如果是真雞應該很有機會 兩邊我們來估價一下 來 討論一下 請公布 不要再拖了 來 首先先看看Angela這邊 你估的是十萬塊 因為我知道他 他算是台灣是印象畫派的 一個畫家這樣子 然後可是因為他的畫內 不是 他的筆觸那種整個 然後因為他都是用那種筆觸 感覺他這幅畫還滿寫實的 不是 他 沒有 我們真的去Google他 他其實畫的都是有點 就一筆一筆一筆 這樣的那種觸感的 然後 可是那個時候我在網路上 有看到他是大概是 好像是8萬到15萬吧 他過世了 對啊 8萬到15萬 所以才10萬 而且因為他的畫太多 類似是魚的這種樣子 所以有可能是 真的是假的不太確定 對 說不定有人訪 對不對 來 這樣 60萬 對 一個名家的話 你要看他的筆觸 跟他的哲學思想 像他這個叫做 中國式的道家美學 他這個用他的筆法去寫畫 這叫做氣韻生動 因為他是故意用一個圓形 去勾勒一個圖形 你不能小看這個畫 我跟你講 現在其實是一個 漢學星期 這個在國外會被炒 就是你在華人世界也許不會炒 但是國外看到這種 道家美學的畫作 可能會炒起來這樣 所以我在估應該是60萬 你真的是阿Len嗎 我之前來主持的 你都是帶尿布在頭上的那個 我就是那個在床上 就是他 對 尿布 我就是帶尿布那個 是同一個人 他就是尿布小王子 太厲害了 他這個講的有可能 因為他說給外國人炒對不對 我告訴你 有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春上龍 當初他做的東西的時候 日本人覺得說 這個東西就是漫畫嘛 結果他到國外去 你看看 大家很喜歡 價錢就上來了 好不好 自地的這樣賣 對不對 這有可能喔 沒有 我要跟你們說 他這一幅是 未曝光的畫 所以他一定很有價值 然後 你自己估 我自己估是 40萬 40萬 那價值已經超高了 最後兩位老師 幫我們看一下這個作品 兩位老師 請鑑定 這幅已估大師張萬傳老師的真績 在經過專家的鑑定後 他的價格是否能如N幾所預估的 是40萬呢 好 倒數3秒鐘 3 2 1 老師 請過來 太高了 這樣才講的話是白隊又得一分了 學設計系的對話還是有點了解 對嘛 Angela這邊 Angela現在白隊已經3分了對不對 是 厲害了 老師們 24萬 李老師 第一個張萬傳這個畫家 他已經過世了 他是留日的 不是留畫的 不是留髮的 綠髮 他是留日的 綠髮 然後留日 OK 然後呢 第一個呢 這位畫家 他的行情現在是一踩 大概是8萬 一踩大概健方大概15公分 我剛剛看了一下大概3 4踩 所以他的行情 起碼是8 3 2 是至少20幾萬 但是要稍微一點扣分 因為張先生他的畫呢 魚是很常見的 有點像應酬的話 你去一個餐廳 你去一個美術館或迷人的家裡 都會看到兩條魚的 好 謝謝 好 同學好好留著 果然是寶 謝謝 目前我們以針對兩位學生的 家團寶物 進行了四回合估價 而目前則是以白隊的3分 領先紅隊的1分 接下來最後一位來賓 所帶來的傳家寶 紅隊可得要慎重估價 否則將與自己的通告費 說拜拜囉 黃氏御用寶石 納豆卻將它誤認為彈珠 先除去 你的第一樣東西是什麼 它以前是黃氏的御用寶石 通常都會鑲在皇冠上 我們一般市面上見到的 全世界產海權藍寶 有很多國家 它是一個最高級的 我們講 所以代表你那個是真正的 正宗的已經絕況的 巴西神塔馬里亞 馬里亞海權藍寶 你在那邊彈珠嘛 納豆 對 我錯了 大學生了沒 好 最後一位投入是我們的褚具 歡迎 歡迎褚具 好 為人 好 貴喔 OK喔 最大的東西一定都是真的 一定都真的 也不用估價 一定都是傳家之保 300萬 300萬 太多太多 什麼東西 來 首先竹菌 妳的第一樣東西是什麼 第一樣東西呢 來 先告訴我 形容一下 它是以前是皇室的御用寶石 通常都會鑲在皇冠上 對啊 它是海水藍寶 海水藍寶 我們先看一下它好不好 好 海水藍寶 來 請看 有漂亮耶 但是因為我們一般市面上見到的 彈珠也是這麼透 所以這個不知道 對啊 我當初拿到它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顆礦石 它是整顆的 對 但是因為 像海水藍寶這樣的東西 它是可以和人體的頻率 去做調和 然後它可以增加你的磁場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要把它做成項鍊來佩戴 妳有時候業務經理有講過 對啊 妳是不是真的有在購物 沒有… 所以它原本是比較大塊 然後你加工了 然後就變成這樣子的 變成一個可以佩戴的項鍊 對 請問一下老師 這原本是一個礦石 就它去加工了之後 會不會價值反而往下走 還是往上走 要看它的加工的技術好壞 我看過這件作品的時候 它其實藍是顏色很藍 可是因為它雜質還滿多的 它內含物還滿多的 我們知道寶石 這個純粹很重要 純粹要乾淨 所以它加工的時候 雖然切得很圓 沒錯 但是它的進度並不好 但是它有一個非常加分的事情 就是全世界產海水藍寶 有很多國家 它是一個最高級的 我們講皇家的產地 在巴西的Santa Maria 是最高級的產地 這邊有一本書 這個是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三個礦區圖 你可以看到在巴西Santa Maria 這邊是最深藍色 就是像你手中一樣 最深的顏色 剩下的馬達加加跟西蘭的 跟巴西的 它是比較淺的藍色 所以代表你那個是真正的 正宗的已經絕框的 巴西Santa Maria的 Akuma Ring 海水藍寶 絕框的地方 對啊 因為市面上 好像已經找不到這樣的海水藍寶 市面上都是顏色很淺的 對 好厲害 可以鼓掌 還滿厲害 你在那邊彈珠嘛 納豆 我錯了 同學們來估價一下 先看看 Akuma Ring 1千8百塊 等一下 我必須講 其實複數他們剛說的話 他們說這已經加工過 而且它看起來 好像海生館買的 所以他們說一千塊 下面那個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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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的啦 下面那個海豚 我對保持不懂 造型… 看得很仔細 是小海豚 是 好 OK Alan 你這邊是說1萬塊 其實我提供一個 一樣是所謂的微元素 西元素 然後拿來加持能量磁場 有一種東西叫太守環 它是一種太空用金屬 可是它有證實說 你前面講那麼多次都錯的 你還這麼有信心講 這是因為對金錢不敏感而已 但是對於它的考究是敏感的 就是像太守環 它的價格是1萬到10萬 像這個東西目前 因為據我根據的學術研究資料 是沒有說證實確實有能量影響 但是我相信不久將來 會有開發卻證實有影響的結果 只要證實就是1萬以上 沒證實以前基本上 就是跟太守環一樣價格 1萬 之前就是因為我已經做成項鍊 它跟原本大小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那時候水晶跟… 1萬塊 1萬塊 保守的估價 還是我們就 老師就不要估了 他因為1萬塊 那Alan也估1萬塊 賣Alan 賣他1萬 我賣給你好了 對不對 好 來 老師 兩位請 储俊這棵產於絕礦區的海水藍寶 究竟在專家的鑑定後 市價會是攀升還是下跌呢 到底賣多少錢呢 到底賣多少錢呢 3 2 1 1 請計較 2 2 3 2 3 2 2 3 2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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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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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其實像綠松石它是 薩滿教的薩滿這種高人 才能佩戴的寶石 就是它在當時有很崇高的地位 對 故事是這樣 就是我的祖先常去那邊經商 然後就跟那位高人時常交流 然後就有了交情 因為綠松石它主要的功能 其實是可以保佑旅途的平安 所以當時那個薩滿 他就把這顆綠松石送給我的祖先 對啊 保佑他經商的路途都能平安 好 綠松石 李老師 綠松石是厲害的石頭嗎 綠松石它是佛教七寶也是中藝五寶 在古時候 它其實不是產在土耳其石 它又叫土耳其石 它的別稱 它是產在伊朗 借到土耳其到歐洲去 全世界有三個地方 中國的 美國亞利桑那州的 跟所謂的伊朗的土耳其石 這三個地方 在古時候是很貴的 現在的美國是最高級的 是價值不菲的 故事講起來可能是伊朗 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 我們來看看 蘇石 在這裡 小心 比較注意的 來… 滿漂亮的一顆石頭 而且它的故事很神奇 其實我 它有一個就是顯靈的故事 顯靈的故事 之前我小時候 妳該不會變女阿倫吧 沒有 不要往那條路上走 對 妳說… 這樣算我把它丟掉了 妳說… 妳先說 之前和家人就是去歐洲旅遊的時候 然後我們到巴黎鐵塔去 因為巴黎鐵塔有三層樓 然後我們去第二層樓觀光的時候 就突然發現我妹消失了 就我妹她就是 好像一個人就走失 妹妹消失了 開心什麼 妳真的看到了 很好笑 沒有 其實當時我們很緊張 因為就是如果她真的找不回來的話 她就變歐洲人的小孩 或是不知道妹妹是哪裡 妳在笑什麼 妳在笑什麼 好開心喔 妳妹妹是不是比妳漂亮 妳也希望她消失 好 妳說 可是我們就到處很緊張的找她 然後當時我們有帶這顆石頭 然後我那時候 好 其實我還是很愛她 我就把她握在手中 然後我就說 拜託妳保佑我妹妹回來 就是不要被人帶走 或是拐走什麼的 然後結果果然我們 馬上到一樓的警衛室 就在那邊看到她了 這算什麼故事 寫靈 寫靈的故事 我也會叫我哥在野警衛室等 她是 她出現而已 是不是 還慘說 你抱著這個惡魚 我抱著惡魚 我妹妹也出現 對啊 借我抱一下 好 兩邊要來孤架一下 兩邊要來孤架囉 好嗎 誰說要守著綠松石 最近不知道當時的價錢 不知道當初價錢 完全不合 付了傳家寶 白隊這邊 Angela 多少錢 3萬 3萬 很慌張的楊3萬 不是 因為我問他們 我剛剛只聽他們說3萬 哪一位覺得比較有 來 大豪 我覺得因為寶石 那一些東西 應該有它一定的價值在 這什麼牌 誰這樣說 好奇怪 為什麼 3萬 因為我看我阿嬤都會收集 一些這種東西 寶石之類的 所以它都是3 5萬這樣 好 OK 來 阿倫這邊說 其實它2萬差不多 因為她剛剛提到有個點 她說這個東西是有顯靈 有一些宗教的施展 我跟你講 剛開場的時候 是不是有講有一顆 來自印度恆河的金剛砂 我這顆才真正 印度恆河的金剛砂 但是砂子它本身是細砂 可是我這一顆 因為它顆粒比較大 所以它會根據它顆粒的大小 決定它價格 真的來講 所以我們先插播 先鑑定這個東西 對 真的好 他說這個2萬… 我說這2萬 2萬… 這是花當岩 花當岩… 對 就直接扔了 就直接扔了 師父不會騙我 花當岩就是一般建材在外面 有些說很安全… 就會碎掉頭在地上 對 怎麼可能 來 另外一位老師 蔡老師 認真看… 絕對不可能 師父不會騙我 你跟我說金剛砂 然後2萬塊 怎麼可能 對 是個沒錯 然後是一種成績岩 是一種花當岩 怎麼可能 騙子 那這一片的價錢是他在多少 老師要招鑑定費 是我那片好不好 無價 無價 是怎樣無價 沒有價錢 我覺得… 我覺得塑膠袋 比他價值還高 夾鏈袋都比他價值還高 夾鏈袋都比他價值還高 夾鏈袋都比你的石頭價值還高 爛死了 好 來 因為他是就是有他的傳說 然後是被薩滿加持過的 所以我認為他的價格 大概有10萬 10萬塊 10萬喔 真的有這個價錢 兩位老師有請 這顆祖先流傳下來的綠松石 在兩位專家的鑑定後 究竟會是增值 又或是一文不值呢 倒數3秒鐘 3 2 1 老師 好 大學生了沒 大學生了沒 好 兩位老師洗好價錢了 好 倒數3秒鐘 3 2 1 老師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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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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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們估價完之後 兩邊居然是平手 也不用扣到錢 可以說是一樣聰明 也是一樣笨 笨 OK 相當厲害 所以就不扣錢了 太好了 OK 好 經過今天一整集 其實我們最後還有一個寶物 就是讓Jana一直掛在心上這顆 這是我們節目的懸念 就懸在她的脖子上 妳有沒有勇氣拿出來哭 妳自己決定 其實我自己 老實說我真的覺得 她的真正的價值不是那麼高 因為我看她的光澤什麼 也沒有透 然後真的很像有一點 雜貨 電影都是這樣 對 這都是這樣 爛爛的要丟了 結果一看幾百萬 對 好啦 還是顧一下 好 這給我們老師 Jana這顆從祖母時 就傳下來的寶石項鍊 究竟會像電影情節般價格翻漲 還是只能用來回憶呢 Jana 你自己顧一下 你這一個 而且它這個歷史悠久 有80年之久 妳大概覺得這個價值多少錢 好嗎 1萬 1萬 很興趣就說了1萬 1萬塊 究竟Jana 兩位 麻煩了 要把價錢寫下來 覺得高了 萬年她最貴 大概值多少錢 好 倒數3秒鐘 我們也要來揭曉 究竟Jana的傳家之寶 值多少錢 3 2 1 請揭曉 10萬塊 帥 真的嗎 真的假的 Oh my God 謝謝阿嬤 謝謝你 它現在行情 澳洲的行情一顆到大概2000到3000 因為你也有點內涵 所以我估2000 如果你選美的可以到三、四千 城上大概20顆左右 大概四萬左右 厲害的東西耶 我們真的不會把它當成… 而且確實是阿嬤 因為上面台子是很舊很舊以前的東西 很舊很舊 不是現在的東西 對 你也很舊 你也很舊 我會好 然後你… 你也很舊 阿嬤 我心裡很舊 很舊 你給我 太舊了 你也很舊 還有旁邊在那邊演唱 這一段是怎麼來的 但是既然它有這個價錢 但我覺得真正的價錢 其實就真的是 阿嬤那時候這麼久以前 就真的沒有什麼價錢 沒有什麼錢 然後自己買下來 或是自己送的 幼兒園送給他 然後他還帶去美國送給媽媽 然後後來媽媽也送給我 所以其實真正的價錢是在 它的意義 意義上面 今天我們還是要講就是說 這個傳家之寶最重要是傳在 就是 傳承的意義 傳承的意義對不對 不要只是單單看說 這個價值多少錢… 好貴 好棒 不要那麼俗套 對 是不是 但是直到它四萬塊也是還滿爽的 好好收拾 也是 好嗎 對 對 好 今天要非常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傳承之寶 謝謝